2 3 好 各位老師 來自好幾家幼兒園的小朋友 團聚在一起 開心的跟著台上老師一起跳舞 一旁還有好玩的闖關遊戲 這是新竹縣各幼兒園 聯合舉辦的愛心小豬公 助學嘉年華 集結大家的力量 期望幫助弱勢的小朋友 這個活動我們今年度是第三年 我是第三屆的執行長 我們希望這個活動可以持續的下去 因為我們已經幫助了188個孩子 那我們也有55個家庭在社會 甚至於是資上 那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幫助每一個家庭 每一個大孩子來帶著小孩子 推動品格教育 讓台灣成為一個有愛的社會 小朋友們捧著小豬公 裡面擺滿了自己存下來的零用錢 期望幫助家福中心的小朋友 讓弱勢家庭的孩子 也能開心向幼兒園 享受與大家一樣的童年 愛心小豬公嘉年華活動今年已經舉辦到第三年 那每一年我們家福中心跟新竹縣的各個幼兒園所一起合作 透過老師孩子跟家長 大家一起籌集愛心 然後透過林全圈的方式養肥每一隻的小豬公 那在過去的三年我們每一年所重複的金額大約就在50萬上下 然後可以幫助到家福60個孩子左右 能夠及早進入幼兒園 過去我們常常說貧困家庭的孩子 因為受到經濟的限制 常常都在輸在起跑點 那我們試圖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我們童年齡的幼兒能夠分享他們的愛心 然後收集一點一點的零錢 那可以匯集成一個很大的力量跟愛心 來幫助他們童年齡的清寒的家庭的孩子 愛心小豬公活動舉辦了三年 不僅讓小朋友們從小學會儲蓄的概念 更讓家福數十位家庭經濟拮据的孩子也能上幼兒園 幫助他們能順利的適應團體生活 凱破新竹陳若怡紅採訪報導